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跑步前 跑步中和跑步结束之后都要及时地补充水分 这样能够降低肌腱炎的风险 同时您还可以进行其他的运动锻炼 如骑自行车或者游泳 这些运动都能够强化您的身体肌肉 提高您的耐力 三 循序渐进的跑步 刚开始跑步时 您可以每周跑两次 每次15分钟 然后再逐渐延长跑步的时间 当您能够适应每次跑30分钟之后 您可以每周再增加一次跑步练习 最后 当您觉得很累 或者身体有疼痛感的时候 请停止跑步练习 享受跑步的乐趣吧